郭敏老师一起去参加大开电影节 我们有多共同的感受 现在它的那个城市的那种样才 生活景观很像我们 三十多年前四十年前 改革该方面前的 这些年代后期的 在我们大师班上 有好多当地的年轻人 可能是一些学生国家 他们提问的 可能有点不大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回到香港区域 他们难道在城市里生活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实际上中国人经历的现代化 它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工业化 一个就是所谓的城市化 大家都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可能你在这个现场的先走 然后就会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过去某一刻的生活 感受的体验 正是他们当下的一种更简单 这就是意识到 就是一旦一路这个单元 它就每年都会重复 在文化的差异当中 我们不要去试图寻找 那种供给 我觉得也可以形成一种互建